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变量的命名 它的一个规范 就是这个名字呢 我们刚才都是直接 我随便写了一个 这个叫A级的 叫SANX的 叫ABCD的 EFG的 那究竟取这个名字 它有没有要求 它也是有的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GS语法当中 就取这个名字的话 你必须要追寻的一些规则 那首先 必须遵循的 我们本来叫做这个规则 规则是必须遵循的 你不遵守这个规则呢 它就会给你报错 它又解释不了 不符合它的预判 它就给你报错 那首先呢 这个变量名称 我们可以由这个字母 数字 下滑线 像一个多少符号 这个美元多少符号 由这些符号组成 你放数字在里边 放数字 放字母 放下滑线 放这个多少符号都行 但是呢 不能以数字开头 最前边不能是数字 这是它的要求 如果前边是数字的话 它就给你报错了 比如说我们前边给它 用一个 这个1 这个 内蒙 等于 一个值 比如说这个一个 张三 那如果这样定义的话 我们这个HTML 一打开 一打开 然后这个报错在哪呢 得去右键检查一下 在这里能看到 在这边 就是console这个 那这是查看这个GS报错的一个方式 你打开这个页面 然后呢 右键检查 或者直接按F12这个功能键 也能够出来 然后呢 找到这个console这一块 那中文叫做控制台 在控制台这一块呢 有GS的这个报错 然后它具体就说明了 一个错误的描述 这是个语法错 错误的描述 然后呢 后边有这个文件的这个位置 报错这个位置 31行 那现在我们去看这个代码的话呢 就在31行这里就报错了 它是不期望的 这么一个 标示一个1在这 所以以数字 作为开策的 就会错 这是变量的这个命名 规范 规则 规则 极了这个规范 变量呢 它是可以由 由哪些组成 由字母 数字 然后呢 这个下方线 下方线就 这个下方线 还有呢 这个多少符号 一个美元的多少符号 由它组成 但是呢 不能以数字开组 你把数字放到后边没关系 那么一 你不然你取名字的时候 你不知道取什么名字了 我取个那么一 那么二 那么三 那么四 第一个名字 第二个名字 第三个名字 第四个名字 这没问题 你把数字放后边 或者放中间都没问题 但不能放前边 这是那么一 张三 这个那么二呢 我叫你四 那这样写呢 它页面上不会过错 就没问题 语法是没问题的 那这是它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以数字开头 然后第二个要求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就你如果字母 你写大写的字母和小写的字母 它是完全两不变样 它严格区分的 所以呢 我们定义的时候 定义变量和使用变量的时候 那变量呢 是区分大小写的 严格区分大小写 好 那么上面一个呢 这个A级等于20 和诺亚一个这个大写的A 比如我就大写的 A是大写的 或者呢 这个A级全部都是大写的 它们呢 会分别是不同的变量 那像这个A级和这个大写的A级 是呢 两个不同的变量 两个名称 大小写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那这是这个严格区分的大小写 那这也是不同的名字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组合 一些名字 大家不能用 那我们把它叫做呢 这个关键字 或者叫做保留字 那比如说我后面 列了有这么一个例表 这里面出现的这些单词 都不要作为背上名 因为它也会有别的用处 这些名字呢 它在GS这个语法里边 它都给它们 附了有特殊的含义 有特殊的使用常性 虽然我们不能用这些字 那如果像这个 这里面列的 很多啊 很多 那可能有的比较熟 有这个什么 衣服呀 硬啊 货啊 这些东西 像这个VR本身 我们刚才用的这个VR本身 它就是用来 声明变量的 那你就不能把它自己 作为一个变量名 那如果你声明变量的时候 写了一个VR 然后呢VR等于 比如说等于100 那这样它解析的时候呢 它就不知道怎么解析了 因为它认为 只要出现VR 就是在声明变量 那你后面这个VR 又想当作变量名称 但是它认为这个VR呢 你又是想声明变量 那这个结果就不行了 那如果直接运行的话 就跟你拨错了 它在VR后边 期望的是一个变量名称 但是你现在用到的一个关键字 用到VR这个关键字 它就不适比了 所以呢 这个变量名 不能使用一些关键字 或者保住字 不能使用呢 这个呢 关键字 或者呢 这个保住字 或者保住字 那这里面会报错 数字方前面也会报错 然后呢 用关键字也会报错 所以一般情况下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像这几个关键字 一般情况下 我们自己取名字的话 你用中文的名称拼音 或者你用一些英文的单词 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是不会和它重复的 就是很少呢 就是你直接取的名字 刚好呢 和它的保住字 就是名称一样的 那是也可以尽量 把一些常用的 我们后面会逐渐的 会用到这些关键字 然后把这些常用的呢 你用过了 你记住了 以后取名字 就把它们避开 你就不要用这些名字了 那这个回头呢 大家可以刻下去看一看 就是有哪些啊 先做个大概的了解 我们后面呢 这里面绝大多数关键字 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都会用到它 它有特殊的含义 这是属于呢 这个变量命名呢 必须遵循的一个规则 你只要不遵循这个规则呢 就不错了 那后面呢 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呢 一种属于规范 那一个字不一样 它的含义就不一样 规则是你必须遵守的 然后规范呢 是大家通常的一个习惯 通常都去遵循的一个规则 有一个这个规范 它呢是不遵守也没问题 不会报错 所以是从语法上来说 你不遵守这个规范的话 它不报错 但是呢 为了我们平时的代码 就是方便阅读呀 或者这么一些 这考处啊 那就能建议大家遵循这个规范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变量名称 我们尽量取得有意义 有实际的意义 那不要看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遵循这一个叫做图峰的命名法 这个命名法 它主代的呢 就是守字母小写 然后呢 把后面的单词 就是你一个变量里边 有两个单词的话 你把第一个单词是小写的 守字母小写的 第二个单词的守字母呢 变成大写 那就这种命名方式 就每一个单词把守字母大写 那这种方式我们叫做图峰的命名法 那这也只是呢 一个规范 就这么写呢 如果大家都这么写的话 我们看着就会比较顺眼 那如果说 你全部都小写 然后你一个单词里面呢 一个变量名里边 你出现了三个单词 四个单词 你全部都是小写的 我们再去读这个变量名称的时候呢 就不好读 那可能看半天呢 我知道这是一个单词 那是个单词 组合起来 这是个什么意思 但用了大小体区分的话 这样很明显 第一个单词到这儿 第二个单词从这儿开始 那这就是建议大家遵守的规范 那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我后面这些方言字 这些变量名 哪些可以用 哪些是不可以用的 首先直接一个A 符不符合规则 符合对吧 规则是没问题的 它是由字母组成的 没有用数字开图 也不是漫言字 但是符不符合规范呢 可能不太符合 因为我看到A 我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它存了一个值 但不知道这个值是什么 它代表的是名称 还有代表是年龄 还有代表是性别 还有什么东西 不知道 然后单独取的名称叫E 不符合规则了 对吧 不能以数字开图 然后一个A级18 没问题 那A级是以字母开图的 后面加18 那从规范的角度来看 我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第18个这个A级变量 你不知道取什么名字了 前面这是反正A级是和年龄相关的 你有第一个人的年龄 第二个人的年龄 你就一直到第18个人的年龄 你分别叫A级18 那勉强能说得过去 然后再到后面18A级 数字开图的 是不行对吧 数字开图的又不行 然后直接叫内蒙 是不是以字母开图的 都是字母组成的 那它也不是这个关键词 那用这个内蒙也可以 也是符合这个规则的 但是这个内蒙这个名称呢 也建议大家尽量少用 因为这个内蒙呢 它虽然 我们说内蒙啊 这个变上名 变上名 建议呢少用 因为这个内蒙 它在不同的浏览器里边 它可能会呢 自己就定义了 这么一个名称 它自己就会用 就这个变量 它可能已经给你定义好了 但它的值是什么呢 可能它会给你一个空的都行 它有的浏览器 给你定义了一个 一个属性 内蒙这个变量 它的值是个空的 它帮你把变量 先定义出来了 但是没有给你放值 那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可能有的地方 它会用到这个内蒙这个变量 所以呢 这个内蒙变量呢 我们建议少用 在 在有的这个浏览器中 它是呢 已经自动定义过的 就自动摄影过的 它本身啊 不是 它本身啊 不是呢 这个保留关键字 不是保留字 这个关键字 但是也建议少用 然后再来看这个多辣 这是符不符合这个规则 注意上面有个特殊的 有特殊的两个符号 下半线和多辣都可以 那单独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名称 没问题 然后多辣内蒙 也可以 注意它也可以 因为只要不是以数字开头就行 所以用多少开头 用这个符号开头也行 然后呢 下半线三个词 也没问题 然后 这个符号 三个词 不行 不可以 我们的变量名只能是 以字母数字 下半线 还有这个多辣号 那这个符号 就不行了 然后在 the word 小写的 这个w 还有the word 这个大写的w 从规则上来说的话 都符合 对吧 而且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变量名 因为大小写 有一个字母大小写不一样 它们是两个名称 然后 从规范的角度来讲的话 后面就得好一点 第二个单子 是大写的 我们叫它呢 是陀峰的命名 陀峰呢 就是指的 骆索 骆索 有这个陀峰 中间有凸出来的地方 然后中间有单子的话 就把大写凸出来 这是变量的命名 需要遵循的 就是基本的规范 这个规范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自己回头 很多地方 那写建设代码的话 很多地方都得定义这个变量 然后呢 去给它保存一个数据 或者让它 通过它去使用一个数据 那这个变量名称 如果写的不对 那就报错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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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